第一步先把两边的拉杆摘下来 第二步再把两边的门摘下来 这个也把它摘下来 护板 把两边的护板拆掉 把摩托机像这样把它放好 用这个墙子不太固定 放好以后用这个护板把摩托机跟进去固定好 两边一边一个 这个地方 放一根启动式它就在发这儿的 刀就是发这儿 那没刀的话刀必须发这儿 把两边轴承上的四颗螺丝略微松动一下 不要拆掉 把这边这颗螺丝还有这边的这两颗螺丝都往箭头的方向退一下 里面这边这边一颗也是往箭头的方向进一下 以防止动刀架跟钉刀之间发生摩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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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好转啊 这样转起来的时候这个刀已经和这个钉刀补摩擦了就行 摩刀机在使用前首先呢要把这个齿轮跟动刀之间的距离调节好 这个地方呢一定要记得是手动状态 这个地方呢一定要记得是手动状态 看一下 摩擦这个手轮 控制 刹轮 前进 后退 这个手轮呢 是控制 这个电机 左右移动 调节到这个齿 砂轮跟这个动刀片 这个砂轮的 最 这个左侧 跟这个硬刀 这个最 这个刀尖这个地方 轻微摩擦 轻微摩擦 这样轻微摩擦 这样轻微摩擦 轻微摩擦 轻微摩擦 倒转的时候就 转一下看看 这个轻微摩擦 轻微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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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种状态 然后再把它摩擦 然后再用这个手轮 把这个沙轮 往这个 往这个 左进移 这个地方一定要 用手摇过来 用这个刀片的最左边 然后再用这个刀片的最左边 沙轮的左边 这些地方 也是轻微摩擦 对刀对两次 一个是 右边这边 还有左边这边 对好了刀 之后呢 这个 手轮 就是控制这个沙轮 前进的这个手轮 略微 往左 一条 轻微一条 轻微一条 就是让这个沙轮 跟这个刀有 一点缝隙 然后用工具 把固定揉成的 刺客螺丝 把它固定好 这样 点干的 放点 自己喜欢 商榨 把它插进去之后呢 再用这个扳手 把下面这颗螺丝 下面这颗螺丝 把它固定好 就可以了 你如果要是想手动状态呢 先把这个螺丝松开 然后拔出来 就是手动状态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